盧州金斯堂岁末祝福活动 陈文林是一家三代同堂 接受儿子恭敬奉茶 也以善传家捐助疫苗基金 大人做生殖 孩子们也是有福祉 大人做的 我们都会得点甘孙 把这些资源 就是说有机会去 帮助更需要的人 因为他某种程度 那样代表也是相信自己的子女 子孙 自己以后有能力 也去创造更美好的生活 在新店 慈安家族是一同来参加 陪伴的对付爸爸杜振文 是人品典范 分享如何改正习气 拥有更好的人生 很多慈祭人 都是带着习气的好人 但是这个习气如何调整 要花很多的功夫 其实跟我有点类似 可能个性上改蛮多的吧 对 就是接触到慈祭以后 其实整个人 就是比较没有那么不懂事 大爱新闻真正美之宫 综合报道 散开玩笑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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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